翻到妖嬌的墨嶼 背人家悠來悠去 昂昂 不 昂昂的內紅頂 閃閃閃閃閃 他有進步的空間 喂 但是我問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幫我修改一下嗎 就是教我正確的發音 發音只要怎麼唱是對的 然後他說 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你為什麼沒有直接 然後他說好啊 然後我就回家練 只能這樣子 然後回家練 然後去看我演唱會 他有出現 然後唱完就說 我想說 我之前唱給你聽 我就叫你 跟我說我哪裡可以改變 我要什麼弄回比較好 你都沒有說 你就說還可以進步 這樣子 是爛朋友 你覺得這個是台灣人的問題 對 很大的問題 你們最會批評外國人台語不好 對 每次都這樣子 那怎麼講 我也不會教 就是 那跟誰學 每個人都這樣說 你看多一點的電視你就會 對 你就會 聽多一點的歌你就會 我哥去學英文的時候 他每次跟我們講 你們多看你電視就好啦 都聽你英文的 對啊 難怪你台語那麼爛 對啊 也對 台灣人就會教你那些 三字經之類的啊 台語啊 是誰沒有 我們都沒有教過別人三字經 有 你不要這樣子 日本人 他日本人 他日本人耶 你們是不是真的覺得 台灣的女生 每一個問題都有陷阱 你們只要稍微沒有回答好 就掉入這個陷阱 就會遭殃 好像一萬有這樣喔 一萬 不是一萬 不是一萬 現在叫你一萬 你又不要了 對啊 一萬就好 就可以了 台灣女生 第一次業會的時候 都會問一個問題 你喜歡哪一種女生 那你應該都要聽懂啊 其實他們 他們不是想知道 我真的喜歡哪一種女生 他想聽我說 當然啊 他一定在問你 你是要想說你要講 剛好幾個條件都符合他 他就開心啦 我會直接說 來 一萬 你跟女生約會這些 一萬 一萬 你從來就沒有問過 跟你約會的女生說 你喜歡哪樣子的男生嗎 沒有 很奇怪啊 你們都不會這樣問嗎 來 所有的 我們不會 行男們 你們會不會問對方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會問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X 沒有 笑起來有問過 第一排跟第二排差好多 已經在一起還是叫我 沒有 你在跟對方 Dating的時候 那當然很正常啊 對啊 我也問他什麼 很正常 如果他已經給你約會 你還要問他 所以第一排的是不是都頭腦有問題 就像盧克如果問說 沒有 我覺得第一排 如果像我遇到夢多 我可能說你喜歡怎樣的女生 然後他跟我說怎樣的女生 對 漏牙影之類的 他們會這樣問你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會跟他們在一起啊 那像盧克如果問說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我就說 他就知道在講他啊 這樣不是嗎 這是一個問 謝謝 所以要請他慢走是不是 沒有 等一下 少俠 如果你問對方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為什麼你要這樣問 如果我還不 我們剛才認識 我會想知道我是不是他的菜 如果我發現我不是他的菜 我就很快就放棄了 如果他喜歡我的外表 我知道 OK 我們還有進步空間嘛 對不對 談戀愛的方式 我直接問 他說 對啊 我也有這個問題 你自己不乾不淨是不是 對 老實講 因為我會有鬍子 所以台灣的女生 很多人覺得我是髒髒的 本來就很乾淨 沒有… 跟你的鬍子沒有關係 跟你的人有關係 那是人的問題 沒有 跟你的新的名字有關係 你要多問 但是有時候你問這個問題 會有點難過 因為像之前我有一個問一個女生 我在追她 然後她說你喜歡哪一種男生 她說我喜歡高高的 白一點的 最後的她就講白一點 就是高高 她說她們是我聰明的 高高的 肉肉的 有鬍子的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有機會 對啊 那她說 那皮膚白一點的是最好 她說我心就碎了 怎麼會這樣呢 她也是在很委婉的拒絕你 那你們問法也很不直接啊 為什麼要問說你喜歡怎麼樣的男生 為什麼不直接問說 那你覺得我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直接問 你覺得我怎麼樣 這樣子更少 這個太直接 對 太直接 有一些女生 她們一開始對你有好感 可是你問得太直接 她們被你嚇到 她們就變得不喜歡你了 有 可以加一個例子嗎 可以加一個例子 你知道嗎 我要在台灣 過大概七八年 我才學會的這一招 我以前喜歡一個女生 我喜歡你 我們剛才認識 就是 就沒機會了 但是我慢慢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OK…我知道 她對我一點興趣 我才有機會 再一次約她 變成一個話題可以聊就對了 對 要慢慢來 台灣女生也很會這招 有沒有 見髮型 會問你 我這個髮型 臉會不會看起來比較瘦 我就說 對啊 比較瘦… 我就會 之前妳很胖是嗎 這樣 我也是睡了大概七年才學會的 你知道今天好好笑 我在化妝間說 哇塞 頭髮跟那個化妝真的好重要 我今天來本來腫腫的 然後化完妝跟綁完 頭髮整個拉高之後 說不腫了 然後她突然 回過頭就跟化妝師說 臉這麼腫 所以那個 大力膠本來是要貼你兩家的 沒有 後來化妝師也離職了 這樣可不可以 好 那我們問一下現場所有的人 你們覺得誰講話最直接 然後最不會看狀況 我們寫白板 今天少俠第一名耶 全部都少俠 幾乎 他連自己都寫自己耶 因為這個人啊 他唯一的賣點就是他的直接 因為他也沒有像發表那麼帥啊 他沒有像夢中那麼好笑啊 他沒有像肚力那麼黑 所以 真的很直接 你真的 所以少俠你的運動 肚力是靠黑 肚力是靠黑 肚力是靠黑三件事 沒錯 那Mondy就靠鬍子上電視嘛對不對 那我鬍子沒有那麼濃 那我只好得罪一些藝人 可以賺到我的通告費嘛對不對 肚力也寫少俠 一定是少俠 因為他 他的個性就是這種的 因為像 我們上個禮拜是開街的生日 然後我們去吃一些那個韓國烤肉 然後就是一個朋友請我們吃飯 然後他們就說 他就點了很多一大堆肉 都是牛肉 豬肉 海鮮 什麼都有 我們吃得超開心 然後那個 要親我們吃飯的人就說 少俠 你要不要吃一些豬肉 這個很好吃 很貴 然後他說 人家在請客 然後就說 你要不要吃豬肉 他說 幹嘛要吃豬肉 然後我就是喜歡牛肉這樣嘛 不行嗎 然後那天還有就是快吃完的時候 因為我後來到了那邊 然後就是有重新 他幫我吃那個很貴的牛肉 然後就是說 他那個請客的人說 少俠也會說 不用 我已經很吃飽 不用 不用再吃了 對 表情很切 而且他們說 你為什麼選這一家 我明明就是想要吃戈壁的 還有 好直接 好直接很會得罪人的那種 杜麗一直抱怨太委婉 他自己也是啊 他每次都說 對不起 我沒辦法吃海鮮 我對海鮮過敏 有一次 我們吃東西裡面有海鮮 我說杜麗這個不能吃 裡面有海鮮 沒關係啦 其實我沒有過敏 我只是不喜歡